各位十方法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明海法师 那么在今天的二十多分钟的节目时间里头呢 我想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求必应 佛教里面的有求必应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如果说我们从寺院里头 你带了这个贡品 或者是你带了相助 乃至于你带了金钱 去到寺院里面 然后把这个贡品贡了上去 然后向佛菩萨祈求 佛啊我希望说 透过我今天的供养啊 我能够去获得到某些愿望啦 比方说家庭幸福啦 比方说你的事业有成啦 比方说财宝丰足啦 但是如果你是佛的话 如果你是佛的话 你听到了你的信众 这么样子的跟你提出要求 带了贡品来 跟你提出要求跟交换 你会怎么去想呢 其实我想我们都有一种经验呢 就是在佛菩萨面前 我们做的祈求 做的祈祷 那发现呢 佛非但没有理你 不只是不理你 而且呢 还可能把你的处境 推到了一个更糟糕的 这个环境当中 那你会觉得说 哎呀 佛我跟你求了这么多 甚至于我还带了东西去供养你 结果你根本你也 也不听我说 你也不帮我 然后于是就产生出一个思想 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佛 或者是佛菩萨都是骗人的 是我们人类所虚构出来的 我想呢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不妨朝我们等一下所说的几点 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都是从小时候慢慢的长大起来的 那么在小时候 父母亲为了教我们 肯定给我们设定了很多功课 设定了很多环境 或者是设定了很多方式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来成长 那么当然它是有一个目的在的 这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长 这是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长 成长的目的是什么 成长的目的就是 以后它不需要在身边陪着我们 我们也能够自己好好的活下去 OK 这是爸妈的一个想法 那么到了佛菩萨这一边呢 这么说好了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王牌天神 那么这部电影里头呢 女主角呢 因为失去了一切 这个女主角在电影里面 她失去了一切 一无所有了 然后她非常的伤心 然后她也是哭诉 哎呀上神啊你怎么不帮我啊 上帝你怎么不帮我 你让我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个上帝呢 当然这是电影啦 那这个上帝呢 看在眼里 那她就化身为人 然后来到人世间 来到她的身边 来告诉她说 告诉这个女主角 上帝告诉这个女主角说 如果有一个人祈求耐心 就是说希望上帝给他耐心 如果有人祈求耐心 你觉得上帝会给他耐心吗 还是会给他有机会去学习 怎么样能够拥有耐心 我再说一次哦 如果你向上帝祈求 你可以得到一个耐心 那么你觉得上帝会直接把耐心给你 还是他会创造一个环境 创造一个机会 让你有机会去学习耐心 如果你向上帝祈求勇气 那么上帝会直接给你勇气 还是会让你有机会去变得有勇气 如果你向上帝祈求 你的家庭更加的和睦 那么你觉得上帝会给你这种温暖接送情 或者是给你这种情情爱爱 非常的浓烈 这种温情 还是让你有一个可以你去关心他 他来关心你学习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当我们祈求健康 像我们的佛菩萨祈求健康 但是后来你却生病了 你会说佛菩萨不照顾我 我跟他祈求健康 我反而生病 但是你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想法去想 这个佛菩萨是不是给到了你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让你学着去照顾自己 跟学着去了解你自己 如果你向佛菩萨祈求 我需要富有 我希望能够财保丰富 但是我却破产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是不是可以这么想 佛菩萨是不是给我们机会 去看清我们自己跟金钱的关系 看清自己跟金钱的关系 你那么渴望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不对 那么你拥有钱 你又能够做什么 你必须先把这个钱跟自己的关系 先把它理清楚 弄明白了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拥有金钱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我们也曾经看过蛮多的例子 就是有人他中了这个头彩 就什么六合彩也好 什么就是一些博弈的游戏里头 他中了头彩 那或者是美国什么威力财 得到了几亿美元 那么几年之后呢 又变得比以前更贫穷 挥霍完了 那甚至于说中了头彩 根本还来不及花 那么就在一个凶杀案里头 就送了 就把命给弄没有了 我们也看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我们这个获得 就是说你向佛菩萨去祈求 然后佛菩萨真的给你的 你这个获得 也就是说是不劳而获的获得 那这个获得让你感觉到你轻松 但是你却获得了 跟你走过这些过程 然后获得一样的东西 他肯定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没有经验过内在的体验 而得到的这种美好 到底是不是真的美好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么当然 这并不是说呢 我们一定要透过受苦 才能换来美好 不是有一句话讲吗 就是你前面的努力 就是你在想在人前显贵 必在人后受罪 但是你在人后受罪 你真的就能够在人前显贵吗 你一定要透过受苦 或者是透过这种 让你辛苦痛苦 你才能够换得到美好的果实吗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它也是一种交换条件式的一个观念 交换条件式的观念 就好像刚才我所提到了 如果说 你带了供养 去到寺院里面 你供养佛菩萨 然后就拿着你的供养 去跟佛菩萨交换 你想要的东西 你拿着你的供养 去跟佛菩萨交换 你想要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犯了一个 很大的错误观念 我常常讲一句话说 也许你拿了五百块钱 到寺院来 投了供德香 我今天布施寺院了 我供养寺院了 那佛菩萨你要满足我某些部分的愿望 哪些部分的愿望 可能是我最近有一个五百万的 这个工作生意要谈 你要让我能够顺顺利利的 把这个合约给签了 那乃至于我最近有一笔账要进来 你要让我顺顺利利的把账给收了 等等等等的想法 也许你都会有 但是如果你拿了五百块钱 来换另外一笔更大的钱 或者是你拿A来换B 你透过这种小额的付出 然后想要获得一个很大的回报的话 我不禁就在想 我们这么做的话 这跟行贿有什么两样 你这么做的话 跟你去跟一个公务员 或者跟一个官员送红包 希望你能够帮我一点忙 这种行贿有什么两样 而这种行贿的方式呢 其实是我们非常厌恶的 在社会当中 我们知道谁去行贿的 我们都看不起这个人 但是你现在正在做 你所看不起的这件事情 你现在正在成为 你所看不起的那个人 如果说佛菩萨真的接受了我们的供养 然后就把这个我们的愿望给了我们 那么佛菩萨跟贪官污吏 又有什么两样呢 你说是不是呢 所以我想必须要好好的去扭正这种观念 给予供养是我们自己去修的福报 那么你想要达成的这个愿望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是拿供养来换愿望 而是说我给予你供养 这个是我心甘情愿的给予 我愿意去修这个福报 那么至于 至于我的愿望能不能达成 那么就看我的福报够不够了 这跟供养 它是一个间接的关系 但是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不是拿供养来换我的福报 我不是拿供养来换我的愿望 这样子 我这样说 大家可能能够比较清楚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佛菩萨他并不会想要跟你交换什么 佛已经究竟圆满 他需要你什么 对吧 佛什么都有啊 佛什么都不缺啊 他是一个究竟圆满的个体 那么他还需要你供养他吗 他还需要你给他什么东西吗 No 他不需要的 那当我们有这种观念的时候 你才发现说 哦 原来佛菩萨不会跟我们交换什么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 那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迷思 一种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付出了努力 付出了血汗 付出了时间 那别人就应该要 给我们相对等的一个回馈 也就是说 即便是你付出了努力 没有功劳 即便是你付出了力气 没有苦劳 即便是你付出了这个时间 浪费掉了 即便你花了这么多精神 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应该要补偿我一点什么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思想 那么当你有这种思想的时候 你的苦就来了 你的受苦的感觉 其实就是来自于 你有这种错误的认知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设定就设定错了 设定我付出我一定会得到回报 这个一开始就设定错了 你的付出是来自于你要求回报 所以你才去付出的吗 还是说你的付出是来自于我乐意的给予我 因为我的存在我能够让这个社会 让这个世界更丰沛 更华丽 更丰富 更丰满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给予的吗 这个就比较妙了 如果你是因为我付出 因为我想得到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 代表你缺乏什么 代表你缺什么东西 你本身是匮乏的 你本身是脆弱的是弱的 是弱小的 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缺的 弱的 小的那一边 并且你带着期待来做一件事情 带着什么期待 我付出 我期待我能够收 我能够回收回来 补足我不满的那一块 补足我所缺的那一块 但是这种交换的思想 这是人类的思想 人类的思想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买东西拿钱去换东西回来 那在还没有钱的时候 拿东西去换东西 这是人类普遍以来的思想 但是呢 在佛菩萨的思想里头 或者是我们在说 在整个法界 整个宇宙 在整个宇宙的 这个大环境当中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宇宙里面 本来就具有的 也就是说宇宙从来不就不缺 佛菩萨也是一样 佛菩萨的想法 佛菩萨的心量是共通宇宙的 在佛菩萨跟宇宙的 这个观念想法里头 他们是从来不匮乏的 为什么 因为佛等同于宇宙 佛一成佛之后 法身变一切处 变一切处 什么叫变一切处 充满了整个宇宙 充满了环宇 充满了法界当中 换句话说呢 佛的心跟宇宙是互通的 也就是说 宇宙就像是佛家里的后院 我要什么东西 我到后院去拿 难道我会拿不到吗 是啊 如果说 你把宇宙当作是你家的后院 有什么东西你是拿不到的呢 但是最怕的就是 你把自己当作自己 把宇宙当作是外面 就是自己跟宇宙 它是分开来的 它不是融入在一起的 它是 就是我们把它当作 它是一个我以外的空间 那么自然而然 你把自己界限住了 你把自己跟宇宙的这个界限 把它画得很清楚了 你想要从宇宙那边 得到什么东西 当然就很困难了 而这个界限 是我们自己给予自己的 那么就回到刚才的主题说 不管是佛菩萨也好 或者是在宇宙的法界也好 它们是从来不匮乏的 什么都有 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跟你交换 因为我什么都有了 我还跟你换什么呢 那也就是说呢 有一个话 它有一种说法叫做 只要频率对了 只要频率 你的频率跟宇宙的频率对了 答案就出来了 频率对了 答案就出来了 好 那么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有人会告诉我说 我当我跟他讲这个观念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师父你说频率对了 频率对了 那你说频率对了 什么叫频率对了 是不是我们要打坐啊 打坐之后 然后把我们的频率调的跟宇宙的频率 一样是这个意思嘛 那其实也对了 这么说也对了 但是也不对了 为什么呢 你打坐 把自己的观念调成跟宇宙 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频率 或者是说你的观念 或者是说你的心量 是跟宇宙互通的 跟宇宙互通 跟整个法界互通的 也就是说 你是人融入宇宙当中 那整个法界也融入你当中 你跟法界是 好像是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不是有一首歌吗 叫你浓我浓吗 里面就有一句歌词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等于是你是法界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你跟法界之后 又是那么密不可分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分割开来的 OK 那这个部分呢 透过思维啦 透过禅修啦 它这部分可以达到 就是让你 佛陀其实也是这样子 他是在打坐的过程当中 去悟到整个宇宙的道理 他悟到了我们的生命 不是只有到天界 他可以无限量的扩充 冲出到了天界 冲出到了六道轮回 冲出到了三界以外的地方 原来这边才是真正的归一处 OK 好 这个部分就我们就不谈了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就不讲那么多 那么 我刚刚说对 是因为我们透过打坐 让你自己跟宇宙的频率 越来越接近 甚至于一样 那么这个部分是 是要干什么呢 一样 你所谓的宇宙频率一样 那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它是代表了 把我们这个手里面 紧紧抓住的 这些执着的东西 把它给放下来 也就是说我们手里面 抓住了这些直取的东西 我们还抓着 抓着 抓着 因为我们不愿意放 因为我们舍不得放 这些就是你痛苦的根源 但是透过静坐 透过思维 透过冥想 你让把 你让自己 把这个紧抓着的东西 把它给放下来之后 那么世界就变得不一样了 当然这是第一步 好 那 除了说 你 静坐 你打坐 你去禅修禅定 好 让自己的内心 去释放掉 你所原本执着的东西 除此之外 当禅定结束之后 禅修结束之后 打坐结束之后 你还必须要怎么样 透过你的行动 透过你的意图 去做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因为你必须要 让你的能量流动起来 让你的能量流动起来 打坐是一个静态的 那么基本上 他们的能量是不流动的 好 那如果说 当你打坐 或者是你已经领悟到了某些生命真谛的时候 你仍然必须要透过你的行动 还有你的想法 去创造这种能量的流动 简单的说 就是去创造这种爱的流动 这个也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说到的一个观念 叫做 物后起修 物后起修 领悟了之后 开悟了之后 才开始真正的修行 修行是什么 就是action 这个就是你的行动 修行就是你的行动 你明白了 你就得开始动了 你已经知道了 那么你就开始行动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物后起修 那必须要知道说 生命其实本身是一个流动的现象 流动的现象 生命本来它就是一个流动的没有停下来的 如果你想要得到 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你必须要懂得愿意先付出 好 这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想要得到 你就必须要先付出 但是 它还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交换的理论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想要得到 你要先给予 那给予 我不是跟对方交换 不是我给你这个 你给我那个 不是这个观念 我先给予 给予是什么意思 我创造流动 那至于什么时候会回来 无所谓 我不在意 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回来 不见得是你给我的 但是它会从生命八方回过来 只要你愿意给出去 只要你愿意给出去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就好像是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 心脏每天就非常努力的 一直在压缩血液 提供给我们的四肢百害 使用给我们的五脏六腑 它每次一个压缩出去 透过了大动脉 到了小动脉 那么一直到了微血管 然后交换之后 然后再回到小静脉 回到大静脉 然后就回到我们心脏来 心脏把血送给了大动脉 但是回流到心脏的血 却不是从大动脉回来的 如果心脏把血送给大动脉 又从大动脉回流血过来 那个人要死掉了 要心肌梗塞了 它是绕了一圈之后 才回过头来 所以不管是你给予 你从这个地方给予 你未必是从这个地方收回来的 但是我们常常就是会执着说 我从这个地方给予 我非得要从这个地方收回来不可 它看不到它从外面收回来的东西 它只看到我这个地方没有给我 好像是我对你好 然后你没有对我好 但是别人对我好 我看不到别人对我的好 我只看到你对我的不好 或者是我只看到你没有对我好 这个就是我们痛苦跟执着的原因在这里 这非常好玩的 那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河流 河流是不是一直圆圆的流向大海 圆圆的流向大海 昼夜不停 水多的时候就流得多 水少的时候就流得少 但是它就是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那如果有一天呢 突然有人就弄了一个障碍物 比方说就填了很多土石 把这个河流给堵住了 那么这个河流堵住之后 它是不是就水就不流了 水就不流之后 它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一种压力 可能那个河水就变成死水了 它就是会死啊会臭啊 那或者是呢 突然间有一天下大雨了 那它原本拦住的这些东西 拦不住了 就造成什么 洪水爆发 就造成洪水爆发 这些都是属于痛苦的意外的灾害 但是如果说 整条河流是畅通的 它是没有被堵住的 它是畅通的 它不断不断的往大海里面流 它就能够保持 它水的这种清新跟干净 并且呢 它其实是不需要大海回馈给它 大海不用回流给河流啊 就是说河流把水流向大海 大海的水不用回给河流啊 它不用回给河流 如果大海的水回给河流 那就是台风的时候海水倒灌啊 但是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一个说法一个概念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我的意思是说呢 河水一向就是把水给大海 但是大海并不需要把水还给河流 但是河流的水从哪里来呢 它也许是山泉水 也许是雨水 从大海蒸发完了之后 然后汇集成云 然后到山上下雨 下雨成为雨水流到河流 或者是在山上下雨 下雨渗透到了土地里面 变成泉水 而又从山间里面又流出来 又汇集到了河流 所以河流不会匮乏 但是河流一直在给雨 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匮乏 这个观念非常有意思 这跟交换是不一样的 交换是我给你 我等着你给我 但是这种所谓的流动 这种爱的流动 或者是这种能量的流动 它就是一种我给出去 自然而然就会回馈到我身边来 我不用在意说我给的是谁 我也不用在意说谁一定得还给我 这个 所以说呢 如果说我们不要去执着自己的给雨 你要从什么地方回收的话 那么我们的水就不会枯竭 而且就好像河流一样 你必须不执着 一定 你必须不执着 大海要还给你 就像河流不执着 大海要把水还给他 这样子 你才能够给得出去 不只是回收的问题而已 还有给出去的问题 那么从此以后 你就不用再担心说 我给出去的东西 是被谁收到 那或者是说呢 就是我给出去的东西 我给出去的东西 能不能得到回报 你从此以后 就不会再执着这个事情了 那么当我们不去控制 自己的给出的时候 我们就扩大了自己生命的流动 我们就扩大了你生命力量的一个流动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不去控制自己 我要给不给 我该给不给 你自然而然就给出去了 自然而然 当有需要的时候 自然而然 想都不用想的 就直接很自然就给出去了 在那个状态之下 你就扩大了你的生命的能量 扩大你生命的容量 那么当我们不用再去计较说 我要从这个地方来换取我的收获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你就释放开来了 你就没有执着了 你不从这个地方得到 但是你从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 从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 这个就是佛法非常奥妙的地方 我找到什么地方了 我找到了 如果我们不把这种魔力的能量 你就会直接抢取我 那这里是对于